她是Aerion 然後她寫的就是最標準 台灣的繁殖唱 因為近親繁殖的造型 顯天性的一種姿勢 她很漂亮 然後很可愛 只要是生命 無關老病殘 哥家裡不惜賣掉名下的房產 守護弱勢犬貓的生命 我們其實專門照顧就是 有一些狀況的 年紀比較大的毛孩子 一開始在做大儀 大家會覺得說 你做這件事情 雖然是善事 但是感覺上是 沒有什麼希望的 鏡頭下每一張照片 都是一段生命故事 若是犬貓在你我生活當中流竄 但誰會真正的在乎 诺雅邦州動物同樂協會 是一個公益組織 除了為若是犬貓 設計中途庇護中心 同時媒合領養 用生命平等的理念 對所有的浪浪伸出雙手 感嘆 有很多的老毛孩 都還是因為醫療費用太高 而遭到氣養 如果你自己的孩子 有一點點小缺點 其實你不會要拋棄你的孩子 那如果我們現在都說 毛孩子也是家人 毛孩子也是孩子 那我們覺得不離不棄 在有難關的時候 大家一起度過 這件事情我們可能還是要 多做一點點努力 各家裡照顧浪浪的方式 很不一樣 舉辦愛心晚宴 邀請法國主廚以及名人 大家一起來做 同時也協同其他的NGO團體 讓善的循環更加擴大 台灣的NGO生態算是一個大家庭吧 就是大家能夠彼此合作 然後有一些連結的話 其實對於整個氛圍算是比較好的 用不一樣的方式集結愛心券 所有的收入都用來支持毛孩的日常飲食 還有醫療支出 而在大環境不好的現在 能夠做多少算多少 而另外就是對目前遭到 棄養的老病毛孩來向政府起命 有關於動物用藥的引進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都是在未來 如果要鼓勵民眾們 你願意多做 多去收養一些毛孩子是有狀況的 或是你家毛孩子老了以後 能夠多給一些支持性的服務 我覺得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面 直接就立體的在醫療的補助上面 跟所謂的一些藥物引進上面 你可以再多做一些努力 人間衛視張宇辰正人中 台北採訪不到